嗨 小伙伴们大家好 说学逗唱的哥哥来了 请别忘记订阅我并按下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快板是说学逗唱中最常见的伴奏工具 在德音社基本是人人都会 高手那就更多了 确实不太会 飞板 也美了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 德音社的快板实力王者们 2009年德音社风向晚会上表演过一个快板群口节目 三打白骨精 几位演员分别饰演不同角色 能参加这个节目的人 自然都是当时德音社里的快板高手 这六个人当中 李京是快板名家梁厚明的徒弟 打板的技术是一流的 他在这次风向之后 不久就和郭德纲分道扬镳 扮演唐僧的郭贺明 后来也和郭德纲交悟 扮演妖精的演员 踹贺雄 在2016年被郭德纲逐出市门以后 因为诈骗被判刑 这三位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来看看其他几位的快板演出水平 以及现在德音社还有哪些新成长起来的快板小能手 这叫七块多板 对 而且这个板是高科技 什么高科技 你看到吗 板是高科技 你不打都不想 李根也就是现在的李云天 绝对是德音社快板方面的顶级人才 郭德纲以前在段子里说 快板是超速主板 如果要拼速度的话 李云天是德音社的第一人 我们愿意看那种跟杂技似的那种 把这块有什么事来的 这是耍猴子 这已经会嘛 就这个 您来一个我等您贴本 我不会 我挂了我挂了我挂了 看得差不多得了 好 那这是魔术 我没想到这个 这个把我合了 李云天长得高高帅帅的 可惜没有赶上相声的偶像时代 在年轻的时候 相声还是看基本功 双鞋都上水平 不看长相的年代 等到现在流行相声小鲜肉了吧 李云天已经是孩子他爹了 要说红 他都快赶不上自己儿子了 如今李云天的儿子醒子 才是德音女孩都认识的偶像 张鹤君 可能朋友们知道很多贺子客的演员 却不熟悉张鹤君的名字 慢来慢来 先让我见识见识这个唐僧 说着话 他来自唐僧的面前 眯了眼看 前不久 郭德纲空降天津德云社 和三队一起返场的时候 特意点了张鹤君的名 从老郭说张鹤君的语气 一是能感觉到郭德纲没拿他当外人 石头二人还是挺熟悉的 什么话都能说 二是张鹤君可能真是 不争不抢不上进的个性 没有什么企图心 所以这些年也不算红 张鹤君 你这来的快二十年了 到现在你这个 不思上进都不行 带着板了吗 后来的 拿下去 张鹤君唱板唱得好 但是就有的时候 打完板之后半天没唱 因为他爱迟到 嘴能板啊 张鹤君在我们那唱板 其实能排这前三名 让他给您唱了 您听一听 您老子就买了个有蓝柜 您老子这个蓝柜三尺的 三分三分钟 左边放了个压药眼 那个右边摆了个炸药刀 炸药的刀 量的汤汤 你再炒药刀再先躺 先炸这个牛黄鱼肉饺 后炸金狼鱼碎香 好点陪姓人睡 这个二人躺在了很肩膀 汤汤汤 焦白夜坦大洞 雷跳金墙 炒走的水瓶五十两 今多再走 耳朵光光 有丁香 去送信人生做财务大堂 我手抄起 沾草棍 棍棍打的 疼皮上啊 在这个疼皮图先写 先写款子 然后挂上 大风丸 小风丸 上大海 地中人 手皮糕 也只上盘 我有心接着 要别人往下探 我探了别人都探不完 我们唱的是 严重为身体健康 无授双全 让给机会 高峰 高老板的快板就不用说了 节奏好 嗓子清脆 吐字清楚 油耳不腻 十八丑照口令 是高老板的看家之宝 绝对是神级的数来宝 胡州有一个胡书子 苏州的苏胡子 找胡州的胡书子 借书胡子的书子 书胡子 山前住这个严远远 山后住这个严远远 二人山前来比远 也不知严远远 比严远远的远远 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远远 高峰 1983年生人 今年38岁 但是头顶不争气 就连带着形象 看上去也不像小鲜肉了 被扣上了老艺术家的标签 实际上以高峰现在的状态来说 艺术上还有机会更加精进 希望高老板在40岁以后 还会达到更高的高峰 除了上面说的这三位 现在在德云社里 还有几位快板高手 有的恐怕您都没有想到 首先是烧饼 说到烧饼大家会说 怎么没见过饼哥在台上使快板呢 其实 烧饼在加入德云社之前 已经是跟着快板名家 高凤山的徒弟 莱宝刚 学了几年快板 还是所谓的童子宫 技能很是扎实 小时候烧饼还没变声 声音亮堂的时候 一段十几分钟的快板书 顺畅流利 受欢迎程度 在当时堪比当时张云雷的太平歌词 首先呢请欣赏快板书 糊涂现关表演者 朱云峰 后来烧饼和小四搭档说相声 快板就基本放弃了 但是童子宫的底子还在 一次综艺节目 有个嘉宾表演了一段快板 水平着实很一般 作为主持人的郭德纲 就Q也在场的烧饼试一下 烧饼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就着别人的板 随便打了一下 手上的功夫 还是能秒杀很多人的周九良 周九良是郭德纲用来接替 郭鹤明的乐队大V 他在曲艺演奏方面的天分 也确实是九字科里的佼佼者 你干嘛接近乐器 看到吗 马鸡点 有没有 我马鸡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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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九良的快板还有一个用物之地 就是用在和孟和唐的象征里 有时他还能用快板给孟师哥做演唱伴奏 随便什么歌都能打孟和唐刚开始唱的时候 效果还不够好 但是周九良板一上去 孟和唐立刻节奏和调子都对了 这当然是两人的默契所致 但周九良的快板节奏感确实是很棒的 一切的一切的靠你自己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条的脸 因为爹地妈咪除了生命有没东西给你 看我快乐的眼睛 我说哈利路亚 爸爸妈妈我会哄的哄的想不哄你吧 无法是要做老大慢慢的学见做老大才发现做到了老大 德云社里的快板高手很多 但是快板毕竟是个纯粹踩点打响的工具 并没有太多花式 几乎人人学的会 张文顺先生曾经开玩笑说快板是要饭玩意儿 郭德纲每次说打快板的是盖帮少帮主 快板表演既可以好看也可以很无聊 所以衡量快板的水平还得看是什么人来演 也就是说还得看打快板的演员身形动作表情气质 也是演出效果的一部分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玲珑兄弟的快板了 架势不错啊 要掌声没用 飞板飞板 张九龄王九龙在德云社年轻一代里面 属于快板能力比较突出的二人 来你来一个 我累了 这板太疼了 我搬打畅动 这板太疼了 我打破了 咳嗽 真的我不认识ふ 好 最后要说的年轻一代快板佼佼者 就是这位 一边在观众席里游走 一边手上板不停 嘴里活不停的张九南了 张九南的这段快板既要顾着看路 又要记着手上的动作 嘴里的台词 属于一心能二用者 当然这也能说明 九南的快板已经练到肌肉记忆本能状态了 最后可能很多朋友会问 说了这么多快板高手 那我们的郭班主和相声皇后于大娘的快板水平如何呢 来吧 这是第七套广播体套 听咱这嘴里多干净 你唱了吗 来一段什么呢 您随便 来到我们院长的齐齐百五团 好 还告诉您 您要把梁先生这齐齐百五团唱起来 我承认您 您会唱 在哪 有多劲 使多劲 行嘞 行嘞 我认真地唱 来来来来 怎么样 什么 两下一边一下 你不是说怎么样 服吗 服吗 这一下看不出来啊 好 郭德纲总是嘲笑打快板的是盖帮帮主 所以不屑于打 毕竟有这么好的嗓子 何必再去练快板 当然 真要郭班主打快板也绝无问题 他曾经做高峰合作 一起给于谦 同仁堂贴过板 老高 哎 咱俩给贴板 慢一点力气 咱快给你打了好了 您放心吧 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好吗 对对对 你准备好 林吴老师 东达 列爱 你们算是来着了 开天碧地走一会 开始吗 老师 哎 你们呀 我都替您各位就拍手啊 你看 哎 快点 放手 干嘴啊 我上个拍嘴 你们俩这这干嘛 这烙烧就是 我们这么卖力气 你就是不唱 人家全打的塞帮了他 什么塞帮 我这正经按着王太长给你打的 你呢 我是不是高派吗 你看 两个烂点 咱们都打高派了 你这打高派 我打高派了 打高派了 预备了 预备了 预备走 别弄个话大子 你身上弄大管什么呀 你这人这都没意思了 不是 你这还是张不开嘴啊 那那那老高先打我跟着 他都打了高派了 我打的是高派 你呢 李太啊 哎 你这点成心 你知道吗 不咱们换花样 全的 他换什么花样 行行行行行 都得一样了 以老高为主 行行行行 那我跟着你了 一样完了开始啊 我呀 啥小 我从小呢 他就跟我师父十五三再去 我说话的时候就先别打了 自己打 你们俩说的话说伺候我咋 啊 伺候你呢 你这打的你不唱 不是你这 我先说话后再打呀 我得先说说 我打小人跟高派三先生也学过这 也脱不脱 废话 你们俩挤到我半天我不说说 啊 你这事你再说说 说不说就行 来来来 说吧 来 来 说呀 呀 哎呀 你都胡上说嘛 来来来来 那老婆 老婆 至于于大爷的快板 他自己就直接承认彻底不会 于谦的师父石副宽 是高凤山亲自教的快板 石副宽的快板很厉害 但是却没有教于谦 估计也是于谦爱玩 哪愿以下功夫去苦练这个要饭玩意儿 希望开来是象征人的态度 帅